我问你 四姐 好事呗 我又给你介绍个对象 条件呢 老好了 在滨县开个大旅馆 我跟你说 老朱啊 这回你可把握住 穿啥呀 你把你那西湖套外头 在整个小领节 在弄出花 我看这老招是稀罕了啊 我跟你说 老朱啊 这回要你到那没外人的时候 你放开点 别老狗求的 还免贪心的 听没有 还有啥不好意思的 你也不是头一回的 好 导着导着 对 咱俩呀 宾馆集合 好 宾馆见 好嘞 哎呀 刚才下的那老娘子是我媳妇 这昨天晚上跟我抄了两劲 说一个找个比我强的 当时我去闹像的 这我一听这不是的 这闹像现在开始抠眼珠子了 这不是约好了吗 跟宾馆见面集合 我我赶紧去 我看着跟我怎么解释 哎呀我这个人啊 过去受过苦 现在真想抚 这硬邦邦的身子骨 我今年五十五 谁说七十五 翻译你不为所话 老梁大哥 你看妹子今儿答的你 带劲不 你要是没结婚的话 有没有想我娶我 娶我为妻 我都后悔了 我结婚早了 哎呀我跟你说老梁大哥 你咋心事都晚了 今儿吧四季 给我介绍一个比你好的 马上到位 你要真有内心 你排队 你妈呀 要大点啊 我都准备准备 哎 哎 这是冰县的旅馆吗 是啊 你住店呢 不住 看看 看吧 咱这大中小房间 啥都有 下天开好了 条件挺好的 啊你开一点吧 不开 不开你来干啥呢 不开我来干 我来有事呗我来干 有啥事 哎呀 这涉及到我下半上 幸福的事情 找媳妇 找媳妇 你妈呀 是不是四季给我接到哪儿来了 没到点 我先问 大哥 嗯 是不是四季 他总来说 他总来咱俩处可好了 那就对了 他说也不是头一次的 好 好 很好 大哥 你坐着吧 嗯 你坐着 吃点水果啥对不 坐着啊 嗯 吃 你有冰块儿没 紧张了 大哥这么冷的天吃凉就不好吧 不是我心热呀 世界来的 没来呢 我看着来你这是紧张了是不 这事你没摊上 摊上你都得得瑟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按理说呢 你也是过来的人 不用那么紧张 你放松你就行了 买一笔说 我的心不当不当 大哥 你是做啥工作的 我呀 卖花的 卖花 嗯 你哪里没挺挣钱吧 挣钱啥用啊 媳妇跑了 媳妇跑了 跟一个比我有能力跑了 大哥 跑一跑吧 这样的女人你说有啥可留的 我有那么句话吗 叫就得不去 你不来嘛 啥心 像我这样能整个二手子就不错了 哈哈哈哈 大哥你这话你就不爱听了 你不了解情况你烂说 我虽然五十多岁 但是我可是嘎嘎心 哈哈哈哈 我这些年嘛 就是一心都铺在这宾馆上了 所以个人的事吧 这都耽误了 反正我这一堆一块都给它摆着呢 这宾馆是我个人的 就按理说 就我这条件咱说在这里找个小伙子 那是轻飘飘 那那就前两个伙子 他们给我接好几个 因为他们都可愿意了 反正我没同意 我行是吧 还是找个八大八日 然后呢 好好过日子 踏实的 这你说那个 有人吗 有人有人 租店呢 我问一下这是 宾县旅馆吗 是是是 租店 不住 不住你了干啥来了 有点事 有事说吧 你快说 你那边有人等我呀 我这件事 是关系到我下辈子幸福的事 幸福的事 找个媳妇 找个媳妇 谁要没来的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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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呀 你说我这么多年的无人问起 你今天世界一下就跟我接了脸 你快 那个 自己也给我折了他 那个魏妇 我问你一下 谁是这是老板娘呢 我啊 是啊 嗯 四姐来吗呢 四姐马上就到 哎呀对了 你先坐会儿 我给你沉沉水去啊 坐 这玩意长得 这挺好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四姐你放心 这次你就看我的表现 老猪一定不漂亮 那个 打电话见面的老爷们是你呀 啊 怎么样这行 是不是挺时尚的 是挺着急的 你说 你说你时尚时髦啊 嗯 你呀 差不少呢 现在当今最时髦的是什么呢 男显高 女显瘦 狗穿衣服 人漏漏 你那你那闹叫啊 你闹啥你 你给差不多回去了 啊 这玩意儿 别扯扯蛋 我告诉你 跟我抢女人 吃亏的永远是你 我告诉你 啥玩意儿 你说啥呀你跑来来 你说啥 啥意思 我给你找懵了 别跟我抢你抢女人 天呐 啊 大哥你这么说话不对 是吧 我得我得我得说那两句 一家有女儿百家求 是不是 爱情面前人人平等 你可以竞争 但是你怎么就怎么 谁规定就是你的女人 以前四姐给我机会 我没把握住 这一次 我绝对不能辜负四姐 对我的一片真情 一片情意 我必须得好好表现 站出来 再也不能对爱情 就对自己不负责任 是吧 你也不用像我 竞争呗 那你要这么说话呢 那我就得揍你了 来呗 是吧 爱情不是讲究决斗的吗 来 动手来 揍我 来 跟我全景点是吧 来呀 我告诉你啊 哎哎哎哎哎哎哎 我跟你说啊 你俩可不能这动手啊 你这啥事啊 当你瞅瞅你 就自己的死还是重啊 你别这样 你干啥来了 你这干啥呢 动物世界啊 谁赢了这家伙就得跟谁 那你当啥呢 你这脆 要动手 动手就不怕你 既然来了就公平竞争 你比一比啥综合素质 啥呢 我提什么综合素质啊 大妹子 我跟你说 当时我没来之前嘛 我信我对手多么的强大 我一看一来到一看是个这么玩意 当时我自信心马上就爆棚了 哎呀 我还爆棚 你这爆炸的把你绷着 老妹子我跟你说 我老周前半生这就太 对爱情这方面 多亏了世界 我必须 我得站出来 将爱情进行到底 三分靠租金 七分靠打拼 哎呀 啊 家 哎呀 哎呀 死了都要爱 不灵灵君子不动快 我爱你 心爱的姑娘 看见你心就慌张 我把痛的礼物 不是我的拳度 老弹的他跟着一起来 妹妹对那唱的一个天 天天地和 我爱你 你是我的独立 爹 他啥念青哥赛上 你 这财产是有啥用啊 这有这功夫 你们说一说自己有啥 有是啥的 这唱唱唱啥呀 妹子 妹子 我的有事 就是 就是跟着我 我让女人有安全感 啊 比如说你在大街上 像小偷把链子 好 别人都你 我一个筋斗云 我上 你说 你说 你是猴子呀 不要你贪慌实力 你看 这 哎呀我的天 你碰到这种情况 你咋办 这种情况 像这种情况 我根本碰不上 那万一碰上咋办呢 因为啥 我不让我的女人带链子 那你的女人 要是就带链子 你怎么办呢 她要是带链子了 让小偷给链子了 我自己不打110 你看 她的妹子 无能的表情 那谁不能打呀 哎呀 中国是讲法治的 啥法治 你这么没能的就完事了 你要没有这两项 别竞争 你有什么能的 你有什么能的 你别别别别别 你别这样 你是有点能的 但她那个做法也不是对的 你知道不 你这么消停的 你咱做些闹 行不 方才吧 这轮的 那基本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但是我总觉得吧 你们对女人还是不是很了解 其实女人最在意男人是啥 人品 人品 她能跟我 她有能配吗 她跟我能比较吗 你上我屯去打在哪去 我是出了名的刘大善人 外号刘大善 可以这么说 就我们屯 那流浪猫全是我我给养的 我们屯子的流浪狗一到饭点就上我家门口蹲着 等 那你是让狗盯上了呢 你肯定那你肯定是拿人东西来 要人家能那么叮你吗 我告诉你啊 就我我家 我我养的流浪猫 一天我骑个爹把碗能吃 他想吃啥我给做啥 那我跟他比不了 妹子 我们的狗愿意吃啥我直接扔钱 上超市自己买 大妹子 我跟你说啊 就我我养的流浪猫 后来跟跟狗都结婚了 现在 受发想 受发想 你吹没边的 没跟你结婚呢 你俩 你俩这说的越说越悬 真的爱心是不是有点过分的 谁要 得了 你这么对吧 我给你俩出一道题 就是你妈和你媳妇同时掉水里了 先救谁 回答完这问题我就知道你们人品让 那还用问呢 我妈和我媳妇要去掉水里 我必须我跳下去 我把我妈救了 因为我妈养我一回不容易 完了我再跳 跳河 跟我媳妇同归于尽 敏感动人 敏感动人 那你呢 我我谁都不救 我直接跳河里一网打尽 那你妈养你这么大不容易 你应该救他呀 那不对 我是既舍不得亲人 也舍不得爱人 我跳进去呢 我们啥到那边 还是一家人 这多了 你这么说你也挺孝顺的 就把我妈救活了 我跟我媳妇到那边 你说生完孩子没人看 我妈叫你 别怕 到啥时候 你还想到谁跟你看上台 你真有意思 就像是有用的 行了 现在吧 到这程度的基本结果 我也有数了 这么点 最后 你们俩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 然后谈一谈对爱情理解和期望 行不 大卫子 我对爱情的理解和期望倒是没啥 但是我这前半生啊 竟跟猪仔一块过来 我养猪的 我就看着那猪一窝一窝的往处生 我多希望我身边能有个 你记得 你理解那种心情吗 太孤独了 我单身这么多年我太理解了 说的就是 是 我对 老师姐 咋样呢 四姐你这财来你上哪去了 咋样呢 你等啥事这是等的 咋去了 你不就要多个人人家 嗯 你看看 一码呀 你我我跟着你 你管哪去了 你干啥来了 我干啥了 我过来我提前我帮你把瓦锅 有你啥 他说你管啥管呢 你说说 你哪闹笑 你真要找人啊 你啊 咋去了 你说我怎么说你好 你说你这眼睛 说吧 我想说你几句话 人生就像一场戏 因为有缘宅才相聚 相扶到老不容易 半路不要扯别的 要 要找你找一个好样子 我没想想你干一个洋葱味 你个熊样啊 你吃醋了 四姐 谁这是 我们家你姐夫尿糟的 能不吃醋了吗 你妈呀 姐夫啊 啊 哎呀 你这扯不扯 我去你一下子 我贴上了家 你妈呀 误会啦 你个想的 可美国老头还能跟你接受啊 你说我老头 知道不 这猪是给他的呢 这猪给他的 哎老猪给他接受的 走吧 咱俩回家没有咱俩事了 那我得说 大妹子 这老猪还行啊 这人呢 快走快走 但是你老猪啊 你放开啊 哎 咱回家呢 那我来害的 你说哪赢 嘿 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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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我误会了 你真是是 谢谢姐夫 好 谢谢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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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那 那 那 像香楼啊 其实我找了香楼里的 他长得多麻烈他 哈哈哈 哈哈哈 那走 我先上来家猪剑看我 哈哈哈 哈哈哈 哎呀 今天 今天那三位男家 你别拍好了 我有主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哈哈哈